感悟人生分享快乐 我是宇哥 今天介绍一部近期十分火爆的科幻神作 由杨子琼饰演的女主 很好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人到中年烦恼多 在美国开着家头皮洗衣店的她 最近被睡午局查睡的事忙得焦头烂过 还要为从中国远渡重洋 来美国过春节的老爸准备今晚的派对 闺女小乔也不让人省心 他找了个同性女朋友小辈 想介绍给外公认识 但女主自觉店里的事都忙不过来 哪有功夫和闺女谈心 软弱的丈夫伟蒙也根本指不上 不但帮不上忙还竟改添乱 女主任伟蒙去帮顾客解决问题 他却和顾客跳起了舞 这时老爸醒了 女儿小乔本想出柜 将女友小辈介绍给外公 女主却抢心告诉父亲 这是小乔的朋友 小乔气不过想走 女主教助女儿抛下一句 你胖了得注意饮食了 这话够伤人 小乔一路哽咽 终于赶到了税务局 电梯上丈夫伟蒙突然打了个机灵 感觉换了个人 对女主说 你正处于危险之中 给女主带上一顿设备 并给她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软件 安装成功后 女主眼前出现了以往的回忆 从出生到上学 长大后 又为了与伟蒙在一起 离开父亲私奔 去美国开了洗衣店 只有生了女宝小乔 但随着女儿长大 女儿越来越叛逆 母女关系越来越疏离 回忆结束 伟蒙让女主落座后 按指条件的自行动 然后又变回了原先那个傻乎乎的丈夫 税务审局员 对女主前的表哥很不满意 一直在丢难人 反倒的女主决定 按指条件的指示试试 将左右两边的鞋换了只脚穿 然后闭上眼 想向自己的清洁机后 按下绿色按钮 按下按钮的瞬间 他被快速拉进了清洁间 意识分为两半 一半在审局员前 一半在清洁间 伟蒙告诉女主 你在另一个宇宙中 我也不是你丈夫 是从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来的 现在有个恶魔 在多个宇宙内制造混乱 我找了无数个宇宙 终于找到能与之抗抗的人 那就是你 这日女主又被沈绝儿拖回了现实 与她斡旋了一会儿后 伟蒙又将女主拉了回来 表示这事件更重要 将女主还夸一顿 给女主夸美了 这日另一个宇宙的伟蒙 被突然出现的恶魔的部下 拧断了脖子 然后给了女主一管子 将女主打回了现实 没想到主宇宙中的丈夫伟蒙 已做同沈绝儿的工作 同意再给女主一次提交文件的机会 可以回家准备资料了 但既然刚走到电梯边 审计事又来了 女主认为是恶魔来了 上去一拳间的机晕 却不知 沈绝员其实只是想坐个电梯 这日另一个宇宙的伟蒙回来了 都带出了女主耳朵上的设备 然后竟掏出腰包里的唇膏 拧出后嚼了起来 然后按下按钮 瞬间变成了功夫之王 解决了所有保安后 将女主扛走了 此时另一个宇宙的女主 已经被恶神绝儿打晕了 为蒙口中的恶魔 居然就是女儿小乔 只不过现在他的名字 叫乔布吐巴卡 咱就叫他恶乔吧 恶乔用手触碰女主的瞬间 女主脑中快速出现了 其他宇宙中的自己 人后边挂了 而恶乔经过几次宇宙跳跃后 来到了女主所在的主宇宙 伟蒙在女主逃过保安的视线后 告诉他 自己来自阿尔法宇宙 咱就叫他阿蒙吧 阿尔法宇宙的女主十分优秀 他找到一种 能将一时跳跃到另一个平行宇宙中 自解身世的方法 并能使用另一个自解身世的技能 包括阿尔法宇宙在内的女主 恶乔也杀死了至少一千个宇宙中的女主 至今仍不知道他的真正动机 只知道他造了个恐怖的黑洞 这个黑洞 也影响到了女主所在的世界和生活 只有搞定恶乔 才能让世界变回原样 这人恶魔的部下 闪技神又来了 他通过宇宙跳跃 获得了摔跤手的技能 阿蒙想通过滑上四个手指缝的动作 获得体操运动员的技能 但还没来得及按钮 就为审计神先发之人 封在了柜子后头 女主只能靠自己了 二把宇宙的工作人员 帮他找了一个会武术的宇宙 但又通过向审计神表白的方式 才能传出的功夫宇宙 同换鞋吃唇膏是一个道理 等于女主的表白太不真诚 造成跳跃失败 跳到了主宇宙的分支里 这个分支的女主 夜点回了家 正在准备税务资料 政府摆蒙告诉他 自己之所以提交离婚申请 是想借此改善二人的感情 并不是真想离婚 另一边 女主在为审计神不断蹂躏 女主这么费 阿蒙认为自己也找错了人 回去二把宇宙 不管他了 听门政府的心声 女主终于在最后一刻 对审计神动静的说出 我爱你 跳到了功夫宇宙 这个与之间的女主 没有在年轻时和尾蒙私奔 只有意外遇到了一位功夫大师 在大师的求救下 成为一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功夫女神 现已是一位功夫巨星 收获粉丝无数 获得功夫技能的女主 三两下便击败了审计神 由于女主的表现太过出色 阿蒙又回来了 女主有些羡慕功夫宇宙中的自己 不想回悲催的主宇宙了 阿蒙连忙阻止 若这样的话 会引发混乱 会没命的 到处 阿尔法宇宙中的小乔 在宇宙挑衅中极有天赋 那个宇宙的女主便强迫她训练 最后超出了极限 最终大脑分裂出多个碎片 思维在每个宇宙穿梭 由于建设了太多事件 小球丧失了一切道德感 越对真理的信仰 再看功夫宇宙 当年被女主拒绝的尾蒙回来了 如今她已是一位 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想与女主叙旧时 女主回答了现实 她与阿蒙被警察抓了起来 这是恶桥来了 这副打扮真够洋道 她猫了猫一位警察 瞬间将她搞崩溃 然后又施掌全能的绝技 轻松搞定了其他警官 面对来势汹汹的恶桥 女主通过尿裤子的方式 跳跃到另一个宇宙 却搞错 跳到了一个 每人手指都是热狗的宇宙 这个世界里 她与审计时居然是一对情侣 真是脑洞大开 恶桥将女主带到一个世界 再将所有东西放到了一个背骨上 背骨便坍缩成一个黑洞一样的东西 这个恶桥也看透世间万物 万年俱会的她对什么都不再关心 眼尖腰的女主不利 关键时故老爹冲出 撞飞了恶桥 原来这个爹也是阿尔法来的 咱就叫她阿爹吧 阿蒙说自己看过盛青宇宙中的女主 这个宇宙的女主 是过得最差的一高 但每次失败 都会分裂出另一个成功的女主 正因为什么都做不好 这样的女主才无所不能 这时恶桥跳到阿尔法宇宙 去攻击阿蒙的团队了 阿蒙见识不妙 也回头阿尔法去保护自己的宇宙了 走之间让女主与小桥保持距离 但女主只是把女儿绑子了 以免恶桥跳到小桥身体里伤害人 阿爹让女主杀了小桥 这样至少能让恶桥 少一个可以跳跃的宇宙 但女主取着小刀 咋也不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阿爹见证表示 阿尔法宇宙的女主 就是因为把小桥逼得太紧 导致女儿精神崩溃创造出了恶桥 女主就决定 把自己也搞成和女儿一样崩溃 来拯救女儿 打晕阿爹后带女儿逃进了暗门 这女主太不听话 阿爹急了 派出阿尔法宇宙中的所有跳跃者 去拘杀女主 以防她变成另一个恶桥 阿爹身边很快聚集了跳跃者 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怪异动作 获取了其他宇宙中的能力后 向房间内投射了烟雾弹 而女主也跳跃到另一个宇宙 获得了超大肺活量的能力 出去与阿尔法现在的跳跃者们 狠狠干了一架 然后又跳跃了另一个宇宙中 转广告牌的技能 瞬间化身美国队长 用防暴盾干掉了所有跳跃者 没走两步 又来了一个用狗子当武器的跳跃者小姐姐 女主再次跳跃 获得了另一个宇宙中 砸耍大厨的能力 轻松干掉了小姐姐 大厨宇宙里 这个就插指的小伙 有着更为精神的厨艺 这时又来了一位更厉害的小哥哥 俩人干了一架后 小伙决定换个更强力的能力 但要先将这个奖杯捅进菊花才能跳跃 女主抢走奖杯 死活不给他机会 这时兔头哥抢先一步跳上奖杯 菊花残后获取了更强力的能力 而女主再次跳到功夫宇宙 获取了功夫能力 经过一场EV2的苦战 阿爹掏出手雷 打算与女主同归于尽 这不成女武星的小指肌肉比大腿还发达 直接用小指将阿爹顶翻 接下来女主拥有发达的小指 干掉了另两个来袭的跳跃者 精疲力竭地倒在了阿萌怀中 阿萌对女主说 你拯救女儿的行为 已惹恼了所有多重宇宙的人 如今只有阿萌一人相信 女主能制服恶桥 这时恶桥已来到阿尔法宇宙 杀死了阿尔法宇宙的伪蒙 傻乎的丈夫伪蒙又回来了 恶桥也来了 女主本想发挥所有潜力 制服这个恶魔 自己却因多次跳跃大脑崩溃 倒在地上领了盒饭 全剧终 但看进度条你就知道 这事还没完 如今女主的意识 已经和恶桥一样 可随意构想想要的任何事物 在各个平行宇宙中任意穿梭 原来查理之所以厨艺精湛 都是因为有头上的浣熊帮忙 如料理鼠王一样 浣熊控制查理做饭 女主凭借能力 穿梭到返回家中 准备重新提交税务文件的主宇宙 再次与恶桥狭路相逢 如今女主与具有同恶桥一样的能力 可随意挑一到任何一个平行宇宙之中 这个宇宙中 母女二人居然是一对布娃娃 娘俩干了一架后 恶桥终于到处了实情 原来她与阿蒙一样 一直在找这个空间的女主 恶桥并不是在追杀女主 而是想找一个能见到她所见的人 帮她从迷失中走出的人 其他宇宙中的女主 却已无法承受崩溃而亡 只有这个宇宙的女主不一样 这人方才在主宇宙中崩溃的女主又复活了 但女主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迷失的女儿 她自己也迷失了 开始同恶桥一样 破坏各个宇宙中自己的人生 比如在大厨宇宙中举报了查理 是在幻型的控制中做饭 在女五星宇宙中勾引企业家伪猫 在主宇宙中故意忽视税务问题 胡乱打砸洗衣店 做这类似的事来伤害他人与自己 最后她与小桥一起 敲进了石头宇宙之中 在这个宇宙中 她与女儿是两只可爱的大石头 见识过全宇宙的小桥 已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 多么渺小与微不足道 她知道被裹黑洞 只是想毁灭自己 如今母亲虽无力拯救迷失的自己 但至少可以陪自己一起进入黑洞 哪知这是 那个软弱又无脑的丈夫伪猛 居然说服了审计神 同意在多给女主一周时间 来提交材料 另一个宇宙中 伪猛等在女主面前 试图说服跳跃者 努力保护着妻子 女主心中 那个无能的丈夫 并不是真的无能 善良的她 总是看到事情好的一面 在背后默默守护着妻子 直接二人的种种往事 再次浮现了心头 女主紧紧抱住尾蒙 二人找回了初恋的感觉 那个可爱的她 再次出现在面前 重新找回生存意义的女主 不再迷茫 这次她不止自己不走了 还有拯救迷失的女儿 与所有人 而小秋再次放出黑洞 打算与心头们一起走进去 女主告诉主宇宙中 被丈夫抛弃的审计神 你并非没人爱 又来到无法触碰彼此的 热狗手指宇宙 与审计神 用脚指传递爱意 与她紧紧拥抱在一起 治愈了她的心灵 这人跳跃者们也来了 他们想阻止女主 拯救邪恶的小秋 进入黑洞 女主借给所有人头上 黏上了可爱的假眼 包括石头宇宙中的自己 女主决定 像尾毛一样战斗 分分钟 给敌对势力的 一男一女牵了红线 又治好了一个 绝症大叔的颈椎病 随又要帮查理 救回了她的小欢形 又将小秋的同项女友小辈 正式介绍给了父亲 小乔却扔不买账 扔在各个宇宙中 一一向前 一步步走向深渊 见母亲一再阻止 小乔摆出了战斗姿势 女主却又拥抱一对 母女俩在各个宇宙中 狠狠打了一架 包括娃娃宇宙 到最后 包括父亲 与伟蒙特的一家人 都在努力阻止 小乔这种迷失的深渊 但到最后 女主终于明白 她无法阻止小乔 放开了手 但女主并没有放弃 女主告诉小乔 无论怎样 自己都想和她在一起 然后随小乔一起 跳下了三崖 此时 小卫已获得了老爹的认可 每个世界的人 都在变好 小乔也终于回心转意 重新投回了母亲的怀抱 这次 全家人一起帮忙整理了 税务文件 小卫开车 将女主一家 送到了税务局 女主送给伟蒙一个 激情的本 提出税务文件时 女主耳中 再次听到了 各个宇宙中的声音 但这次 她应该不再需要 其他宇宙的力量了 瞬息全宇宙 可能是与哥我写过 最收脑的科幻片 花样摆出的多重宇宙 千马行空的画面 不但要努力理解剧情 还要绞尽脑汁浅词奏剧 将剧情讲明白 我的脑子都快被收坏了 片中大部分难懂的剧情 我已在解说中解释了 希望能帮你们看懂 这部电影的脑洞很大 豆瓣上的评价也很高 不过说实话 我看得很累 还是先说缺点吧 首先是 全片很多剧情 都在多个宇宙中跳跃 画面转换极快 且对白极多 观众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 看得出主创想将自己的创意 努力全部诚信给观众 但对于我这种脑子 不是很好的人来说 实在是有点难以修化 而且这部电影的演员 大部分都是华裔 一句中文 一句英文 还有一句话中 夹杂的中文和英文的 任我不知道该看字幕 还是该听声音 大脑有点混乱 另外片中尾蒙的声音 实在太像女神了 令我无法第一时间分辨出 这句话是谁说的 对搞懂剧情又增加了几分困难 好了可以说优点了 这部影片确实脑洞很大 功夫宇宙 厨师宇宙 盲人经济演员宇宙 这些设定还比较平常 但片中还有布娃娃宇宙 人物画宇宙 石头宇宙 这确实不是一般脑洞 能想象出来的 另外片中 用怪的动作找到跳跃点 才能跳跃到另一个宇宙的设定 也很有趣 制造了不少令人捧腹的笑脸 新颖的打斗画面也很别出心裁 对于恶魔吐巴卡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喜欢与儿女沟通 这应该是亚洲父母的通病 女主也一样 自小乔儿时起 她于是很少懂得沟通 大部分都是直接对女儿大吼大叫 忙于公子的女主 对小乔的忽略 造成了小乔在母爱上的缺失 而小乔的爱情也不被家人认可 在二法宇宙中 女主为训练她 进行宇宙跳跃也过于严苛 这处也可以堪称 是女主对女儿的学业逼得太紧 最终造成小乔精神崩溃 在建设了全宇宙后 更觉得自己人类的渺小 从而产生了极其负面 与抑郁的情绪 吐巴卡 或许这才是偏中恶魔的真正面目 她找遍全宇宙的母亲 只想找到那个能解救她的母亲 而其他宇宙中的母亲 精神更加脆弱 在感受到全宇宙后 直接崩溃而亡 二法宇宙中的人 才会误以为小乔的精神被恶魔占据 想杀死所有宇宙中的女主 只有主宇宙中的女主 体会到全宇宙后还活着 却等小乔一样迷惑 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最终丈夫美蒙 温如在 令她找回了人生的意义 拯救了小乔与全家 这是一部 皮特科幻麦克的温情片 讲述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中年夫妻之间的矛盾 与妇女矛盾 形式上还是很新颖的 但这种形式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观看 若你和宇哥我一样脑子不够用 就看看宇哥的解说吧 片中或许有我因理解的不够准确 讲错的剧情 还望大家见谅 倾盆 欢迎在评论中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动作小手 长按个点赞再走 给宇哥更多尖子的动力